感谢不住 点点声别 穿梭在演艺志工当中 记录感动瞬间 黄福元担任真善美志工 将近17年 每一个拍摄的对象的话 基本上其实都不同了 因为人人都是一部经嘛 师伯 你在叫什么 我是把这些飞去木的铁钉 把它拆掉 除了记录美善 环保更是他的最爱 环保它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做到忘我 好像不管多大的问题 都变成小问题了 感恩爸爸妈妈 钱来管理 黄福元是2006年 第五届大爱幼儿园家长 夫妻一起参加慈祭 全家当志工 环保开始了 我们都会带着孩子 就是一起去 环保量很大 然后人又很多 所以那个场面很热闹 很欢乐的 不管是做自己的事业好 还是做实际都是在做 就不会浪费任何的一分一秒 珍惜每个付出的机会 人生更踏实圆满 有一些伤人的法 协助我们在遇到这个困境 这个困难的过程中 帮助我们跨过那个关卡 大爱新闻黄秀景 马来西亚报道 那是一个困境吗 在这一条困境下 并不复发出的